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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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展米 新Place Music 啊 傻傻吧 這個教學系列其實已經很久離開了一段時間 好 各位同學 拿一支吉他出來我們上課了 今課我將會教大家坐姿和左手手勢 目前最流行就有兩個坐姿 一個就是像我這樣翹腳坐 然後吉他身體的凹位就卡在大腿那裏 另一個坐姿就像classical player那樣 就卡在大腿中間這樣彈 兩個方法都是可以的 我都會兩個坐姿拌來用 但我通常習慣翹腳的 這個姿勢也是我最有信心的姿勢 我在之後的教學片應該都會翹腳這個姿勢 講完坐姿就到左手了 將你左手手指弓輕輕放在吉他頸上 手心不要貼緊頸背 除非有特別原因 耳朵上面的手指就會稍稍傾斜 讓你可以隨意接觸到線 動動的時候就會保持一個斜度 就像這樣 一直都會有一點角度 亦都有另一種是完全垂直的手勢 在移動的時候它不會再有一個斜度 這個手勢其實跟打斜這一派最大的分別 打直了手之後 那個手指弓的動動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們打斜的話 當我們跑下去 它會是這樣的 但如果打直的話 手指弓和前面四排手指 它將會是平衡 幾乎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就不會像剛才那樣打斜了 就不會這樣 它就會變成垂直 在後面看 動動的時候就會這樣 兩個方法都各有優點 但要在遲些進階的教學片 才會真真正正感受到他們 到底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要有兩種手勢共存 我亦經常會把兩種手勢混合來用 因為它們應付不同情況 是各有好處的 如果是由零開始沒有跟機的同學 就先用打斜的方法 如果你已經彈了差不多一段時間 有差不多基本功 你就用你喜歡的手勢 你有信心的手勢就可以了 好 進正題了 詳細看看到底左手是怎樣操作吉他 以指尖的這個部分 按下一條線 盡量不要施加其他方向的力 尤其是很容易 按的時候你會想握下一條線 爪了下去 如果一旦你用大力爪了下去 這樣爪了下去 你就會走音 另外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按的位置 不是按隔的中間 又不是按這條弦的 而是按在這個位置 這樣就好像是靠著在弦上面 如果你按太上 它就會有這些 這些筆聲 如果按在弦上面太貼 又會沒有了 沒有了粒 note 所以最漂亮的位置就是 就是這裡 很麻煩吧 只是左手而已 金堂 金堂的功課就是 試一下走運 整支吉他頸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按的位置要正確 每顆音都要乾淨清楚 記住速度是後滑 乾淨清楚才是重點 好 讓你練一兩個星期 下課將會教我右手的動作 包括控癖 三段法力 如果看完都不太明白 就快點來報 我們單對單各種樂器課程 或者是12堂一期的吉他常規班 有初級 中級 和人門給你選 我們所有老師都會很用心教你 教學影片 器材評測 報名上課 setup 就快點追蹤我 好 下星期五 今上一時間再見 GoodbyeCast